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為何家醜不可外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國古聖先賢時時教我們家醜不可外揚 為何? 家裏面有些不善的事情 這亦是難免的 如果時時告訴外人 外面人對你的家庭自然就輕視 甚至引起他不善的企圖 來破壞你家庭和睦 言語所謂 禍從口出 家庭是這樣 社會亦是這樣 現在社會為何會這麼混亂? 他原因到底在哪裏? 我們細心思維 我們要違背古聖先賢的教誨 古人所謂 不聽老人言 吃虧在眼前 我們眼前說了大底 老人言是什麼? 老人教我們對社會 對人群應該忍惡揚善 見人家不善的地方不講 轉不宣揚 也不將它放在心裡 看到人家的好處 我們應該要讚揚 這種做法 那個不善的人 會覺得自己慚愧 我做惡事 人家都能包容 都能原諒我 我做了些小小善事 人家表揚我 讚嘆我 能激發大眾的廉恥心 激發大眾的慚愧心 這個社會才會有安定 世界才會有和平 現在我們眼前所看到的 在中國在外國 看到的 剛剛相反 現在這個社會是 忍善揚惡 惡事特別加以報道 善的事情 往往提都不提 這種做法 令行善的人灰心 對那些作惡的人 是莫大的鼓勵 社會動亂 西局不安 其內自有 這裡是講到 家庭 父母 兄弟有過失 都要遮蓋 一味遮蓋 亦是錯的 必須要勸導 勸導 父母兄弟 改惡向善 這個勸導 只是在家裡裡 絕對不是有外人在那裡 只要有外人在那裡 我們絕對是 忍惡揚善 記住古人的教誨 這樣做就對了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歡迎訂閱頻道 開啟小鈴鐺 也可以掃上方的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喔